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10月21號禮拜五 現在時間是3點09分 剛剛的話跟那個Joeman還有一些網紅們吃完飯 那有些空檔,就來台大這邊,某些要這邊逛逛 看看現在這幾年台大的變化 OK 好,校門口的話還是一樣,沒什麼變 那今天禮拜五的話,可能不能太晚走 太晚走的話很多人可能會回家 那我要坐的桶林可能會有很多人 所以我預計待到4點鐘的時候我就離開了 那進來的話,基本上來講是沒有門禁的 是沒有門禁的,可以直接進來 如果需要的話,那我就拿起我的學生證 拿起我的校友證就OK了 那待會的話我會去吃 我會吃那個鬆餅 我想要吃鬆餅 現在有點餓,剛剛都在聊天,沒有吃鬆餅 OK,那邊的話是女生宿舍 那這邊的話不知道蓋什麼東西啊 可能是老的校舍拆掉重蓋吧 那邊也是一樣 OK 那這裡面的話 已經有設了很多U-Bike 所以同學們就不用像以前一樣 自己還要去選校去買腳踏車 你只要用借的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樣成本有點高 看一下在蓋什麼好了 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1號管外牆屋頂整修工程 原來是這樣子喔 1號管外牆整修工程 那那個的話應該就是新蓋的 上次看的時候才蓋到基礎而已 那現在的話已經蓋到了四次樓了 四樓 反覆上面有寫 我們再往前走 不對 我從這邊走好了 來看一下野林大道 然後拍個照 當做這個影片的封面 OK 我拍好照了 哇 特斯拉 特斯拉喔 在台大裡面 同學開特斯拉真的沒什麼 很多人都開寶石節啊 特斯拉的 因為以前我在公館系讀書的時候呢 就有些朋友開那種藍寶節理來上課 但是那時候我不懂 偶爾知道說奇怪 怎麼會有車子的品牌是一隻牛 就很特別 但是不知道它是名牌 那長大出社會之後呢 將近三十歲 啊不是 將近二十四歲才知道 有些朋友 活到老學到老 可以看到有些 三年級的阿嬤們 也來台大這邊上課 當然也有可能是落伏經過的 這邊的人呢 年紀大概都跟我差十幾歲 因為我今年已經三十五歲了 OK 我以前都會跑台大校園一圈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都會跑一圈 跑大概五公里左右吧 每天 維持了大概有兩年時間 那出社會之後呢 就忘記了 有人在拍影片的樣子 那邊有人在拍影片 現在是全民網紅的時代 所以看到有人在拍影片 不要訝異 這是很正常的 他們還有很專業的指向式麥克風 OK 有可能是某一個網紅吧 不少 好 再往前走 這是什麼 你的速度 這邊的話有一個偵測速度的機器 他說我的速度是14 好 有可能是電影系的在拍電影吧 那邊有一些外國學生 這很正常 台大的話本來就有很多外國學生 這是什麼 有考試 好 去我最喜歡的體育場好了 因為以前都很喜歡翹課 然後去哪邊 去體育館那邊運動 因為我覺得在跑步過程中 可以讓我放鬆心靈 可以讓我課業壓力 比較不會那麼的大 以前 我在這這棟樓 有跟那個阿扁拍過影片 拍那個和服少女 那棟樓的話還在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 背景敏的雕像嗎 不知道 反正藝術的東西 我不是特別的手 我算是比較風俗 偷看美女而已 那這種藝術品的話 真的就看不懂了 那前面的話是 那個多功能體育館 不過對我來講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Cosplay展 因為定期的話都在那邊辦Cosplay展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參與的活動 那什麼比賽阿 演唱會阿 之類的就跟我比較沒有什麼關係的 OK 現在的話 應該是下課時間 下課時間 三點多嘛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下課時間 所以有些朋友 有些學生 就會開始去轉換他們的上課地點 那一棟樓 那一棟樓的話以前是我們上 經濟課阿 國文之類的地方 OK 那我們來體育館 看一下體育館的變化 從 我的手機他剛剛帶急了 哇 那一棟樓是新的 沒看過 不知道是什麼樓耶 我看一下喔 那一棟樓的話是 柏亞教學館 看得清楚嗎 我拉近一點 那一棟樓叫 柏亞教學館 不知道要教什麼的 有可能是物理系的系管 以前的話 跟阿扁還有玉光 在那邊上網球課 在那邊出街的入門的 大概知道怎麼走位 好 我們去 我們到我從前面啊 從前面去實驗台 實驗台裡面的話 就是有一些重心設備 現在很少朋友知道說 我以前跑 跑步的速度是 每公里大概三分鐘左右 我是三分鐘的跑者 現在真的是太胖了 看不出來我以前是個運動員 這個是很正常的 好 哇這邊有小朋友 有學生在打籃球 好看他們打籃球真的很熱血 以前的話 我都在這邊看那個 朱莉亞 是我一個很好的女生朋友 看他打籃球 不過他已經結婚了 對本來就會結婚了 差不多了 也沒什麼好不過的 他比我還早結婚 他很早就結婚了 他的小朋友都比我大 大概 比我的小朋友大概一兩歲吧 OK 哎呀可惡 這邊的門好像沒有開啊 要從另外一邊才可以進去啊 要從另外一邊 好吧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以這裡當作Ending吧 敦品力學愛國愛人